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一个大晴天 基本上没有什么云 难得 所以现在是拼命的在给车补电 太阳能补电 虽然我的身上只有四块 一二三四 但是也是很给力的 另外还有折叠的太阳能板 给我的移动电瓶补电 所以今天要抓紧时间好好补电 好好补电 我现在已经是来了第十二天了 只有一次是怠速发电 四十分钟 除此之外完全是靠太阳能 所以说你要是像我这样 喜欢过这种旅居生活的话 也就是说不是旅行状态 就是车停下来就不动了 那么太阳能真的是刚需 好东西 今天这样大太阳 我还顺便把衣服准备洗一洗 这是我的移动电瓶 有哥们说你为什么不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挺贵的 而且你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多少电 就算你衣服到位 你也充不满电 就算你充满了电 你像我这样旅居状态也是没有电的 所以不要再跟我说什么一步到位了 另外这种电瓶还可以 以后放在SUV上用了 对吧 所以说它是 你放在房子上一步到位了 SUV上怎么办呢 所以说这个要考虑的 现在你看我用这个电瓶 再给 再用做电饭包做饭 这个电瓶现在基本上没什么电了 用完了 现在我接了利便器 干嘛呢 因为我要洗衣服 今天大太阳 洗衣服 把衣服洗一洗 我这个洗衣机好像是两百 两百四十瓦的 我记得 瓦数不大 刚才泡了 这会儿可以晾在这里 像这些东西在我的微店上都有卖的 成套的 如果说你是新买房车 你可以在我那一次配齐 把这些烂七八糟的东西全部配齐 今天不知道为什么心情特别好 可能因为天气也好 做个早饭 然后那边再洗着衣服 生活真的很美 生活还是很美好的 本来我是听着音乐的 但是因为你如果放音乐的话 会有一个版权问题 在视频里面 所以看这就半天了 政治状态是还放着音乐呢 这次出来我基本上没有在外面做饭 不基本上 我说完全没有在外面做饭 连外面的灶我都没吃 都在车内完成的 好像油盐也没有那么大 这就是我的早饭了 你想不想吃 还是不错的 还喝的奶啤 开灶 花花花又刮风了 这天变得真快 我衣服都洗完了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 很充实的一天 最后要给自己点个赞 因为刚才我在遛狗的时候 捡了一个手机 然后查了它型号 是华为的Lowa5 勇物奉还了 奉还给施主了 而且在归还之前 查证了它的密码 是对的 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吧 给自己点个赞哦 好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 再见吧 拜拜